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5.0纳塔三位新角色利会美爆 画风大升级,这还是提沃特吗? 5.0女生发C登场,5.1眼女嘉宾你太香了 火神后台火加攻击拐太离谱 元神5.0到5.1卡时爆料,眼万叶即将到来 各位大佬好呀,将在5.0纳塔版本登场的三位新角色利会 终于官宣了,这次可谓是利会画风大升级 这三款利会像其他游戏跑出来了一样 色彩搭配还是很和谐的 而且终于不是那几个固定姿势了 期待其他方面也来点大改变 大批玩家调侃说,我去,给我干哪来了? 这还是提瓦特吗? 草大剑小男孩的利会就有点逊色了 连我觉得还好,就是感觉脖子有点前倾 头上的发带也有点太低了 小哥哥,你是真不愿意把这个头戴 往上一点多露点眼睛眉毛吗? 抬眼正脸的角度,眼睛那块的比例 真的跟侧脸略低眼,不是一个气质 发带细一点就好了 不过,看起来是故意这么设计的 确实失恋 一眼不惊艳 比其他两位坐着交通工具的来说,有点逊色 这个新四星,我预感是白送,敢入用的 对于这次的三款新利会,大家最喜欢哪款呢? 反正三个角色中,马拉尼的利会让我最惊艳 冲浪滑板夏威夷,有晒痕的妹子 比以前的好太多了 动态和色彩质感都比之前好 感觉利会规格提高了,这次元换了新的logo 确实有点像宝可梦起来了 新利会的,UI风格真的满分中的满分 这个字体和写名字的方式,跟利会是一体的 专门设计过的,角色的利会背景图,也很有意思 不会同一个部落的所有人都是同属性神之眼吧? 藏的挺身,火神和希巴拉克应该会有专属的图腾吧 涂鸦加像素风,原始又新潮 话说,既然新角色利会都升级了 那老角色能不能给个新利会啊? 毕竟从优拉开始就没有第二利会了 现在补一个帅一点的第二利会好不好 现在新利会动作放得开了 我是真的很想看到老角色在设计上也有新的体验 希望老角色也能用上赛诺足迹PV里面那种充满张力的利会 下次写问卷我要去提一提 目前已知的四人纳塔会有九位新角色登场 其中5.0卡池的三位新角色也早就提到过 分别是马拉妮、基尼奇、卡奇娜 其中马拉妮是水系少女 基尼奇是草系大剑 卡奇娜四星眼女 马拉妮目前的定位看来大概率是蒸发C了 除了5.0卡池新角色的登场外 还有六位新角色也会在后续卡池陆续登场 就最新的相关消息来看 5.1卡池是两位成女角色登场 分别是岩系成女西诺宁、兵系成女夏斯卡 据说两位成女角色都会在5.1卡池登场 西诺宁貌似是岩系拐、兵系成女夏斯卡池弓箭 大家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 至于官方公布的那塔奇威的四位新角色 分别是马威卡、欧洛伦、献特拉利、伊安山 应该都会在后续卡时登场了 值得一提的是火神马威卡 据说是生存能力和攻击拐 这么来看的话火神大概率时候抬火 攻击拐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 不过版本跨度大 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 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 令人意外的是 5.0至5.1两个版本都引入了全新的双五星角色 尽管还有许多备受期待的卫星角色尚未加入卡池 但这样的安排也是非常合理的 首先 在5.0版本中 我们见到了随法马拉尼和草大剑少年基尼奇 这两位新的五星角色 这样的选择给人留下不错的印象 幸好4.8版本中有夜蓝的复刻 否则等到马拉尼版本上线后很可能会遇到冷遇 最新的5.1消息显示 Fao公布了一位名为恰斯卡的冰系女弓箭角色 很有可能她将与被称为炎万叶的希诺宁一起加入卡池 这个消息瞬间激活了许多玩家的思维 因为首先是4.8版本夜蓝的复刻 接着是马拉尼的上线 然后是5.0版本莱欧斯利的复刻 紧接着5.1版本又会有一个冰系角色的出现 这样一来 深河很有可能在5.1版本中复刻 至于希诺宁 许多玩家都寄予了厚望 希望这次不会再让玩家失望 沿系角色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大了 Fao透露了马拉尼的专属武器信息 该武器初始时提供48%的普通攻击增伤 每进行一次普通攻击 消耗当前生命值的12% 并触发蒸发反应增加12% 上线为48% 出乎意料的是 这个专属武器直接针对蒸发反应而设计 这引发了一个问题 即需要一个火属性的后援角色 考虑到火神马威卡是一名大剑角色 而起量量就也发布了关于火神的生存能力 和攻击方面的消息 许多玩家猜测 他可能是适合火后援的角色 这样一来 火神的实力自然不会低 特别是考虑到班尼特的出色表现 现在在引入一个攻击型的角色 其实力自然也不会低 毕竟这可是火神 对于艾梅利埃来说 抽取的意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奈塔和其他几个角色的技能 以及组队方面的消息 我们可以先关注这些信息 以便更好的判断 是否值得去抽取艾梅利埃